当全世界都在关注 美国刚刚公布的 晶片法案补贴细则 晶片业者你想拿补贴 先跟中国绝交十年 但我们今天要告诉您 这只是美国确保先进晶片 留在美国制造的第一步而已 更关键的是 今天晚上我们来从台积电 美日设厂的背后 看见了原来这个国家 才是美国发动 中美晶片割喉战 最引人注意的血滴子 他就昭告天下 你不戒掉中国 只怕失血更严重 今天各位好观众朋友 你要知道美国跟台湾 现在目前的合作是全面性的 我们最近谈到的是什么 包含外交 它联合的会议 包含了军事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经济 美国的贸易代表署 公布2023年的贸易政策议程 跟2022年的年度报告 很重要的 台美提法列入在议程当中 而且优先要办的是什么 是21世纪的台美贸易倡议 列入拜登政府的优先举办事项 所以台湾跟美国的贸易 将会更加的紧密 但是台美更加紧密的同时 就是要对抗中国大陆 有一个国家 现在目前看起来 用比较粗俗的讲法叫做 看起来好像被美国丢包 谁被美国丢包 韩国 因为韩国 我刚刚居然跟他讲 他的晶片法里面的补助 必须要跟中国大陆 没有任何的往来 但是韩国有 韩国就成也三星 败也三星 成也晶片 败也晶片 注意看 观众朋友 韩国今年的出口 可以说是连续 从去年底到现在 五个月全部下滑了 所以整个经济 现在看起来是往下走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多东西原本去年 卖得下下跤了 今年开始没有人要买了 什么东西呢 就是DRAN 观众朋友你要看一下 三星在2021年前年的 全球地润的市占是42.7 将近一半 那么NetFresh占了33.9 也是三分之一 所以2021年两年前 他在全世界的市占 以及他在没有美国 晶片发展之前的话 他可以说是呼风唤雨 赚宝宝 可是现在问题是 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把太多的产能 放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西安厂 他投资的这个NetFresh 就已经占了42% 他所有的东西 10个晶片就有4个 在大陆生产 我刚刚不是讲的 美国金融办案告诉你 在大陆生产的我们不买 在大陆生产的这些东西 你装在那个 节能的汽车上面之后 他根本就已经不补助 所以就被排除了 可是你又在那边 依赖那么高怎么办呢 直接对应到的就是什么 就是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他光是在2月的记忆体 就已经出现了2兆韩元 15亿美金的亏损 俊宝哥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第一个 美国现在不买了 第二个 中国大陆你不是设厂 他也不买 中国大陆讲说我不买你韩国的 我自己要扶植我自己的 所以变成是我在大陆设厂 然后我卖不去美国 连中国大陆不买 中央之下的时候 今年开始惨 直接赔掉15亿美元 它的亏损 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况之下 相对于台湾在干嘛呢 来 观众朋友 美日韩在夏威夷台湾上 他有一个去负的会谈 我们虽然没有派人去 可是我们用视讯 所以当我们完全配合 美国再次经费本案 对付中国大陆的同时 韩国形同被丢包 他现在目前的窘境就是 当美国的金边法案上来以后 他要整个去对付 这个中国大陆 也就影响到了韩国 实质上 因为美国寄出这个杀手剑之后 真的影响全世界 很多世界国家 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慢慢抽掉了 因为我如果在中国大陆投资 以后我没有美国市场 我没有办法跟美国合作了 所以你看 光是一个中国大陆 它的管理局所统计出来的 从去年下半年 美国已经寄出金边法案的 一个预告之后 它整个直接下滑 是创下了过去18年来 国外的外汇在借一个 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数字 已经降到了底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的时候 韩国因为在中国大陆投资太多 反而实在 它在美国方面的贸易 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所以拜登就告诉你了 你不借到中国 只怕失血更严重 结明进步带我们来看进去 为什么会失血更严重 因为后面有一个可怕 你不能够把眼睛移开的血滴子 这个国家是谁 我们就从台积电 美日设厂的背后 发现这个国家 它掐住全世界的咽喉味 我们应该这么说 其实在我们过年的时候 就是刚刚过年的时候 其实日本跟美国 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 里面加了一个国家叫荷兰 那么荷兰基本上对于禁制 所谓的我们说的紫光机 到中国一直以来 都是持续高度抗拒 但没有 再过年的时候 在日本同意的情况之下 那么荷兰也决定一致性地 对于所谓的中国高阶制程的 所有的半导设备全部禁止 我们本来以为有时候禁止 就是这么一回事 禁止就是禁止 没想到日本的旗网 公布一个更惊人的消息 它不是只有禁止设备去卖 它是要求什么 将来日本也不会派人去维修 意思是说你现在在中国 拥有的这些设备 不管你在之前 抢了多少设备进去 会时间递减 因为没有人去维修 最后告诉你一件事 这些设备全部阵亡 这是非常狠的 所以你说在半导体制程 日本直视剑牛耳 我们常讲的就是显影 我们讲的是石科 当它原料你买不到 它维修人员也不送进去 中国的时候 你完全没辙 没错 而且这次可怕的事情 你说以为只有14奈米以下的 设备买不到 不对 28奈米 14奈米的设备是共通的 所以你挡14奈米 表示中国连16奈米跟28奈米 将来都要自然萎缩 讲白就这么简单 这是大事 因为28奈米牵扯到 比较高阶的汽车 还有包括半导体一些 比如说间谍卫星之类的 晶片都要最起码 28奈米来制成 好 但是我觉得最恐怖的事情 是说日本到当时 是不是有抵抗呢 我们这么说 日本一开始的时候 确实有抵抗 抵抗最厉害就是Nikon 因为Nikon它拥有一个技术 叫做我们说的亚佛光刻机 这是目前为止配合EUV 最强大的一个设备厂商 而且也是Nikon最赚钱的 但是Nikon最后也屈服了 另外加能有没有受到影响 加能有 不过加能幸好 它所生产的部分 是比较低阶的 像用I-Line 或者说是佛化客车技术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Nikon也不甘心 好 既然低阶可以做 它们会发展低阶 可是你知道吗 整个过程当中 对于中国其最致命的部分 其实还是东京电子的态度 我们这样讲 今天说真的 你这些所谓的这些设备 只要后面的零主机也没有问题 基本上还可以处理 但是你知道 每一次时刻的时候 你就要放所谓的显影剂 你就要放光阻剂 这一片做完之后 下一批你要再放新的光阻剂 新的这个所谓的微显影剂 它是消耗品 你说今天假设一个设备 我们自然折旧 没有人去服务 那至少还可以整个三年五年 消耗品是用完就没有了 你要再进货 用完就没了 而且你知道东京电子 很厉害的部分事情是 你只有光刻机 但是你旁边包括显影 包括去把它这个切割 还有把它这个洗干净 因为里面有很多酸 洗干净 对不起 这全都是东京电子 如果他说他是第二名 全世界没有第一名 而东京电子点头了 他未来在明年之后 就今年下半年之后 会配合美国对中国制裁 这事情可大条了 好了 回来一件事情 到底这问题的严重性 有多惊人 其实他告诉你一件事情说 如果东京电子 他没有去帮忙了 不要说中国在高阶制程完蛋 甚至中阶制程的问题更加结束 可是你知道吗 东京电子 左手断了中国的供应 但右手部分 他没有停止研发 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说中国如果现在 好了 我现在自由住了 我赶快自己来研究 看有没有办法自己做出28奈米 他们现在技术 直到40奈米 看有没有办法自己做出28奈米 也许有可能 看有没有办法做出14奈米 也许5年 6年也可能 那有没有做出这个7奈米 也许10年 20年也可能 可是问题是东京电子没有停止 没有停止研发 意思说现在的中国 打在40奈米的时候 它已经从所谓的5奈米 3奈米和超奈米开始研发 它最近出现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非常可怕 它是一个所谓的超级加速 显影的技术 这个叫做ASERT 这个显影技术之后 它可以帮显影的这个功能 就是USB打下去的时候 产能更大 所以也就是说 中国不但是停止 而且它跟国际的差距越来越大 因为日本点头了 好 而且你知道日本点头 只是一回事 日本当然有企图心 你知道它现在跟这个美国 也开始在这个北方岛 准备要跟美国一起合作 新的金援掌之外 大家最在乎就是 它跟台积电合作的一个状况 你知道日本雄本县 这一次真的来真的 他们这次公共预算 创下历史的新高 这历史新高 你知道日本基本上人口老化 你哪会有历史新高 其实重点事情是 他这次编列预算是 大幅的增加半导体 所需要的基础建设 包括水 电 还有输电管 水力动作全都来了 而且这一次特别事情 他重施把这个龙门水坝 就是在这个雄本的前面 主要供应水的部分 做一个调整 这调整多可怕 他预留多少数量的工业用水 一口气预留的是 我们刚才听他们在讲 台南的用水的时候 你真的要哭了 他预留的水是什么 只光为台积电整个周围的部分 预留了2万吨的水 那你知道这个台积电一天 大概用12吨的水 他是流了2万吨的水 所以这个意味着什么 今天对台积电来讲 跟流台湾 3奈米以下先进制程 跟流台湾 但是我基于风险的分摊 我到美国 Arizona有电有水 一样 我到雄本 他也给你电 也给你水 台积电就是这样枝繁叶茂 影响力是这样出去了 我讲我天下的事情都很单纯 你强我跟你强 你旺我跟你旺 现在日本已经决定 他要重回到自动驾驶 重回到电动车 重回到高阶制程 重回成为这个晶片主要制造厂商 跟美国去合作 台积电当然很开心 你愿意这么做我就跟你干 你看雄本这个资本支出有多惊人 所以他当然替台积电很开心 台积电这次目的是什么 他当然是为了Toyota 为了Honda 为了Suzuki 为了Mazda 为了Sabaru 为了Mitsubishi 努力在江湖的县市 他的这一次到雄本准备 要做4奈米到5奈米的制程 其实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他要跟你在这个过程 他们要签的过程中 有没有看到一个讯息 台积电跟NVIDIA 签了一个战略合约 战略合约是什么东西 就是NVIDIA会把最新的NVIDIA送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技术 到底有技术有多快 就是底线台面上 所有有自驾系统 除了特斯拉以外 速度快8倍以上 好 讲这个 那你如果今天特斯拉 很骄傲的自动驾驶 跟这个比起来逊了很多 所以NVIDIA的这个超强的 自驾的AI等级的晶片 它的超级加速器就是台积电 而且会在这个雄本来做生产 所以这件事情 对于整个日本来说 它不只是它本身 东京电子有生意做 因为你今天在雄本 就很大量生意做 同时间他们可以一起提升 整个晶片制造能耐 台积很好 你的能力越强 我在台湾本岛能力越强 我当然在全世界的霸主 就更加稳固了 所以这一次是Win Win 日本巩固未来的电动车 自驾系统的这个绝霸的力量 就跟中国竞争 同时间它在台湾部分 也提供最好的东京电子 这旗下设备Win Win 所以这个世界 对于中国来说是哭哭 但对于台积电 跟我们这些半导体 跟日本来说 可能是笑脸盈盈 星宇股票标太凶 被关紧闭 明天就要解封 K董张国伟首度喊话投资人 你们要量力而为 那似乎挡不住投资人的热情 今天的股价更像是解封前 猛虎要出霞的感觉 张国伟说 我开公司不是要来炒股票的 毕竟带网红等级CEO 就是不一样 他洞见观瞻 只是A350开出来练兵 居然就让同业为之侧目 只是发行一张联名卡 居然就掀起了 国内信用卡大战的 一池春水 是我们知道说 星宇股价 因为前两周短线的涨幅过大 所以被贵买中心 而列为储制股 那今天是储制的最后一天 所以相信股民对他都有期待 所以今天的股价的表现 他收盘是收在36块多 涨幅大概小涨一块左右 但是股民更是期待说 明天是不是刚刚想讲的 猛虎出闸 他解封之后 会像大怒神一样 再重回50块的宝座 但是当然有人更期待说 喊出100块 我们还是呼吁投资人要小心 但是回过头来我们来看 确实这个星宇股票 他在上跪这半年 他表现是真的很不错 包括他的这个股东 从去年9月份 他刚挂牌的时候 1286人 一直多 不要不要激增到现在的超过7.4万人 你知道涨幅是57.6倍 你就知道大家对星宇股票 这一支是非常的有兴趣 那再讲到 就是说当然最近的这个暴起暴落 甚至被割韭菜的这些股友们 还组成了一个叫做 星宇套牢自救会 有没有 那这个当然K董张国伟 他也注意到这个消息 所以他昨天自己亲上火线 也开了记者会 他就讲了 我开公司不是为了炒股票 因为他自己一张都没有卖 他也呼吁所有投资人 要量力而为 那当然就是说 虽然这个罪过不是他造成的 但是他对大家的损失 如果你受伤的话 他也觉得抱歉 所以他就是告诉投资人 我开公司 我就是搞航空的 我就是懂航空的 我不是要炒股票 所以回过来他的本业 航空的本业 K董 他一样洞见观瞻 没有错 你看他讲出一句话 他说我全年将努力拼获利 那当然他昨天也公布了好消息 包括新宇航空 他这一季 首季的定位 就已经达到了6到7成 尤其他的日本航线 东北航线 还包括东南亚航线 像什么曼谷 澳门 新加坡 都非常的不错 那另外他也号称说 他的员工 这已经招募到2700多人 这比起去年同期 也涨了一倍左右 但是最大的利多 他昨天也宣布了 4月26号 新宇航空要插旗 北美洛杉矶的航线 同时他也发下豪雨说 我要把这个桃园机场 要打造 这个北美往返东南亚的 转机枢纽 好那我们来讲 为什么他认为说 因为台湾 据统计 就是我们飞往东南亚的国家 大概是4.5个小时 他认为台湾的地理位置很优越 比起日本韩国完全不逊色 所以他认为台湾是有机会 可以成为转机的一个枢纽 而且根据统计 就说台湾的转机旅客数 大概是总数是12% 那以今年淘机 他喊出说 因为解封之后 他上看他的旅客 要达到2000万 你看2000万如果乘以12%的话 光转机的旅客 240万 对 这是一个庞大的商机 所以对于张伯伟来讲 他觉得说 他今年一定要获利 开始转亏为盈 所以我们看到了 北美的洲际长城的航线 4月26号就要首航 那你现在要先练兵吧 是 没错 所以我们来看 他叫做滚动式调整航班 虽然是这个名词 但是我们来看 他把他的A350 A350就是他的座位数 是有300多的 300多的座位数 是属于大型的飞机 通常大型飞机 不会去飞这个短程 大概都是座位数 100多 200多 这种小型飞机 去飞什么澳门 冲绳 这种比较短期的航班 但是他现在用A350 这种大型航班 也开始先来飞了 这个曼谷冲绳 跟澳门的短程航线 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说 因为我下个月 我就要插旗北美航空了 所以我现在先练兵 我练兵 我妥善率练好了之后 我就可以开始飞 越洋的航线了 所以你的意思说 本来这个350 它是飞这种比较远的 划舟的 结果他居然拿来这个地方 人多的澳门 冲绳 曼谷 先让你初体验一下 创造这种话题性 跟期待感 你要的话 你就来真的飞一次 是 而且他也算是先练兵 我把妥善率练好了 我就可以飞这个越洋航线 也跟大家讲 我要插旗北美了 你就知道他的这个 企图心是非常足的 中国委可以懂 毕竟是网红等级的CEO 你没看 他现身 大家等着他 终于对投资人喊话 在什么场合 在发这个所谓的联名卡 信用卡的现场 居然连发一张联名卡 都会掀起国内信用卡的 一池春水 到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撩拨 对 昨天 这个蛮大的一新闻 金融界跟航空业 像玉山 新宇航空 就发了这个联名卡 张国伟当然也亲自的出席 我们来看这张新宇卡 它有什么样的特色 张国伟说 他们有四张 先发行四款的新宇卡 而且都是张国伟的亲自设计 亲自设计 他其实是用他自己的人生历程 他说他对这个新宇卡 还有很多的期许 包括四张卡 有年轻人 社会新鲜人 最初阶的 一直到你找到了人生方向 然后慢慢的进阶 一直到人生的顶级 然后你看他这个卡上面 除了强调是金属制作之外 而且他这个图案 好像是那个机舱 Captain面前的仪表板 对 仪表板 对 没有错 而且你看用那个荧光灯照下去 就有清楚的这个仪表板 这个是卡最大的特色 但是张国伟讲 他说他这个仪表板 就代表人生的方向 你人生方向对了 而且你往对的方向前进 你就可以大倒人生的顶峰 很会讲 对 你知道这个人一出来 你也不用怕没有媒体去 所有的焦点都在他身上 但我今天比较感好奇的是 那信用卡就信用卡 捡捡踩拍拍手下去也就算了 他居然讲出了这句话 说他今天去办这个联名卡 为什么选择玉山 他要帮玉山捍卫信用卡的地位 那是玉山要去伤老金的事 干你什么事 当然了 我们假如说是强强联手 话是这样讲 但是张国伟昨天还讲了一个笑话 我发觉K董会讲笑话 他说我终究还是脱离不了绿色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你知道长荣航空不是绿色吗 那玉山不是也是绿色吗 大家讲话的时候 大家都会心一笑 不过你刚刚讲 就是说事实上他对金融这块 他们强强联手 第一个对星宇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他虽然讲银行 但是他自己星宇也有很大的好处 星宇现在的会员是60万人 如果他现在跟玉山强强联手的话 他可以看他的会员人数 是不是可以突破上看百万 星宇本身也有利润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玉山这一块 玉山会选择跟星宇 我必须讲 就是说强强联手之后 玉山这边看准的是什么 当然是看准海外刷卡的一个获利 我们来看他的竞争对手 钟信银 钟信银去年不得了 他的海外刷额超过650亿 是最强的 那我们来看 钟信银他是年增加近30% 那海外刷卡有什么 包括你去海外消费的旅馆 交通机票 甚至你在海外会买一些精品 这些都是属于海外消费 另外排行老二的国泰释华也不得了 他的年增率是增加近50% 他刷卡海外刷卡的消费 也高达350亿 台新也是台新也不得了 他的海外消费也年增近50% 成长非常的猛 当然就是说 玉山是着眼了海外刷卡 这一块之外 另外他也认为说 你就会去办航空卡的人 大概是商务客比较多 商务客的含金量通常蛮高的 比如说你刷一个机票 你短程的大概都快将近1万 那你长程的不用讲了 4 5万到10几万商务舱都有 所以等于说航空卡这一块 可以补足他们有一些的不足 那譬如说他们也认为说 星宇航空他的这个年轻族群 也蛮多的 而且这个会有一些信仰 忠诚对航空的这个热忱 所以他们觉得说 对星宇航空可以弥补 他们一些族群的不足 那我们来看 那除了说看准了这个 海外刷卡的获利之外 不可否认 玉山最近也面临到一些问题 包括说他最近 玉山加勒府 这个联名卡即将快要到期了 被统一要拿回去了 所以所以等于说他希望说 是不是借由航空卡 来补足他这个中量的量贩卡 来补足这一块 那我们再来看 当然他最紧张的是玉山 我们上次讨论过 玉山现在的发卡量 是占台湾的老三 是目前战时落后 国泰士华跟中信 他现在是占老三 但是不要忘记 北复营 北复营今年大动作 去并购了Costco卡 那现在北复营他觉得说 Costco卡这个有200万的会员 再加进来的话 哇现在会不会一举啊 就是击败了这个玉山 会站稳老三的宝座 所以现在大家在老三保卫站 让玉山银行非常的紧张 所以玉山现在有两大追兵 一个是这个北复营 他因为他拿下Costco的经营权了 所以他后有追兵 大家在保老三的宝座 另外玉山自己本身也可能 跟这个加勒府的这个合约要到期了 所以他可能丢失了 玉山加勒府的联名卡 那我们来看现在信用卡 大家除了在跑老三之外 身为老大的国泰世华 也不得了 他现在开始雇他的这个信用卡的大庄 因为他今年也丢失了Costco卡 被北复营给拿走 所以他很有趣 他现在看北复营 你出了什么又的优惠 北复营的Costco卡 你有什么优惠 我就跟你加码跟进 你喊12345 我现在喊345678的优惠 像是你看 像这个本来这个北复营好市多 他有什么海外消费给你5% 加油几% 影音平台 健身保健 有机节能 通通刷卡都有% 国泰世华说 你有的我也有 而且我比你更雄 你3%我就5% 你5%我就7% 就两个开始 看只是信用卡的固装大战 面对共机频繁扰台 我们再等三年 2026年 新购的66架F16V 就可以完全交机了 但问题是 美国华盛顿邮报 揭露了这个惊人的内幕 台湾飞行员严重不足 看看过去记录 花了9年 9年 这培养出21位的飞行员 而彭博社算过 三年之后台湾预计需要 100名F16飞官 依照这样的速度 怎么训练得出来 今天任俊告诉我们 到时候最差的情境会不会 F16V到了 有飞机却没人来飞呢 事实上现在美国要把F16V 交给台湾的时间是越来越近 但是多数人也很关心讲说 我现在这个战力的部分 能不能衔接得上 最重要是承受你刚刚所提到 飞行员的部分 那在昨天的时候 其实你发现到美国 就宣布了要出售给台湾 一批这个所谓的 中程空对空的飞弹 而且这一次里面 他宣布的是要 售给台湾100枚的AGM-88B 反伏射飞弹 另外还有200枚的AIM-120C8的 这样一个中程空对空飞弹 甚至也包含到了训练的 这个所谓的模组 还有一些软体的部分 但是我跟你讲 其实在这一次 他愿意出售给台湾 AIM-120C8的中程空对空飞弹 被发现到说 他真的跟美军是在同一阵线上面 而且其实有的 比美军现役的这个部队里面 用的弹种还要超前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 以目前F-22 就对美国来讲 最先进的这个第五代战机来讲 他们所使用的挂载的飞弹 也是这个AIM-120D 就同等级现役的 直接卖给你了 是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其实对美军一些现役的机种来讲 有些其实都还没有换装 这个的状态之下 当然等到我们真正获得 这一些这个武器的时候 对于我们整个F-16V的战力来说 当然会增加非常大的一个程度 但问题是说到了军购 我们通常担心的就是 老美卖不卖给我们 买不买得到 数量够不够 现在有了 三年之后66架F-16V 就要完全买到手了 居然现在发生了 可能有飞机没人飞 这个很严重 这当然是华盛顿油 把它先做了一个报导 说认为台湾现在面临 战机飞行员不足的问题 所以需要有更多的 他们讲说这个Top Gun 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叫做飞行员 事实上其实以我们现在空军 整体的这个状况来讲 一说你知道我们严格到什么程度 按照立法院的这个 所接触的这个 我们的整个飞行员的数量来说 从2011年到2019年 将近有89年的时间 我们只增加合格的 21月的飞行员 89年我只训练出21个 你把它除以8的话 我一年训练不到三个人 是 所以我们就讲 我们的空军飞行员 其实他的训练非常非常的扎实 尤其你在空中的时候 像我自己跟这个 很多空军的飞行员接触 你在这个所谓的 摸黑训练里面 你只要一个按见按错 我告诉你 就几乎就面临到淘汰的这个状态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现在因为在这样一个 严格的要求之下 我们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要把所谓F-16的 这个战机的飞行员 培养到一个数量 比如说我如果增加66架这个F-16 那我在飞行员 比如说我有轮休或者一般状况来讲 按照国外的认为是说 我们大概需要补足 大概100名左右这个飞行员 那如果一年只增加三位的话 那我要用多少的时间来增加 所以现在我认为 他另外一个遇到的一个状况 是我们过去在空军官校的 飞行员的部分 因为他分发到飞行线的时候 会因应三种不同的机种 F-16 幻象2000或者是IDF 但未来只有单一机种的 这个状态之下 那很有可能他在整个的 这个飞行员的增加数量上面 就会有一些数量上面的超前 那我问你刚刚这个数字 大家看得很有感的 89年只训练出 21位合格的飞行员 训练飞行员我们知道很花钱 他到底他有多花钱 其实以一个飞行员来讲 他在空军官校 我现在以空军官校的毕业生来说 他一到三年级 基本上都是在进行低面科目 他没有机会上飞行线 他只有到这个所谓的大四的时候 就他官校四年级的时候 才有像画面上面所这样看到 他第一开始的时候 去接触到我们最传统 这个螺旋桨的这样一个飞机 那之后等到他官校 一年级毕业之后 四年级毕业之后 开始进入到这个所谓的 喷射机的这个阶段 开始你会发现 他有所谓AT-3或什么 这个所谓的喷射机 如果以一般美国的这个状况来说 训练一个合格的飞行员来讲 就F-16来说 他们认为说 大概要花费在500万美金左右 500万美元 而且请记得我刚刚讲的 叫做合格的飞行员 意思是什么你知道 他可以把飞机飞上天 可以把飞机操作下来 知道飞机各个部门 这个操作的位置在哪里 但是仅止于在这个地方 叫做合格的飞行员 他不能去接战吗 还不行吗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为了 开始进入到不同的阶段 也就是他熟悉这个飞机的操作 可是包含他的战术 战绩 跟在空中很多东西 他必须在他服役的这个集间 慢慢的去让他累积 他的飞行的这个时数跟经验 所以如果从一个合格的飞行员 要到所谓的成熟的飞行员 基本上在飞行线上面 如果以一年150个小时的 飞行时数来讲 他几乎也要再飞5年左右的时间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讲到 叫一个合格飞行员的一个数 一个金额 那随着他所飞行的机种的不同 包含他的难易程度 甚至如果是到新一代三级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如果飞到F-35或F-22 几乎他的训练费用 是在以1000万美金来作为计算的 那我问回来 当然我们没有F-22 我们没有B1 B2 我们有的就是IDF幻象跟F-16飞观 光是可以训练到上去会飞 会操控这一架飞机 就要花这么多钱500万美元 那到训练可以接战 完了要花多少钱 所以以我们现在严格的训练来讲 大家如果有看到 这个国外对我们所拍的 这个空观的这个飞行员的 这个所谓的纪录片来说 他的一个空军官校的一个毕业生 到他能够上这个所谓的飞行线的时候 他的成本大概是在600万台币左右 那如果以我们现在的这个 所谓三红机种来说 要成为一个合格 这个成熟的这个飞行员 大概训练费用 以换向2000在1.5亿左右 那如果是在所谓的IDF 大概是1.35亿左右 但是如果到F-16这样一个战机的时候 将近在1.56亿 就将近你可能会到1.6亿左右 那当然你会觉得说 我同样都是训练 为什么这个金额会有所不同 因为很简单 按照你机种的复杂度 还有你机种本身所负担的 这样一个任务 比如说你如果要诈射 或者这个功能的时候 或甚至有征兆的时候 你的训练时程就要增加 那也增加了 他在训练上面 所必须要花费的费用 越来越去 真的都是一元难 那问题就在于 今天如果花钱 砸钱 花钱能解决 都不是太困难的事 重点是 每一个情绪经验的飞观 他的本职学能背后称他的是什么 是他的体能 他的素质 难是难在这儿吧 是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一般型官校 这个所谓的飞行员 他最重视的就是他的腿力 也就是他的肌耐力 在腿的部分 他必须要去很强化训练 所以他最常做的 就是什么吐跳 或交互蹲跳 为什么 因为你在空中要踩跺的时候 那个力量非常大 可是另外一个克服的 其实就是所谓的高距离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像我们自己 有在玩飞行的时候 如果我在空中 以时速80米左右的这个速度 然后我用这个所谓的 30度角的 这个所谓的做小转弯的时候 我所承受的距离 大概是在1.5G 也就是你如果是80公斤的人 你这个1.5G的力量 就是你有120公斤左右的力量 压在你的身上 但是我们如果在 他整个高距离的状况 如果达到9G的情况的时候 你想想看80公斤就代表是 720公斤压在你的胸口 所以他为什么必须要 穿那个什么抗压裤或什么 因为他避免血液 往这个所谓的腿部的地方 急速的流下去 造成缺氧 所以对于飞行员来讲 他必须要 比如说他操作F-16 因为F-16自己本身 这个推力比的这个关系 他可以在半秒左右 他其实只有后栏器 一打开的时候 甚至只要做出这个转弯 或者是高速俯冲这些动作的时候 他的击力其实 正负击力就有可能 瞬间会达到所谓的9G 一秒钟不到 只要半秒钟立刻飙到9G 我就问一个问题 人最脆弱的地方在脖子 那这个脖子这么一甩的话 我蛤蟆棍就转回去 所以你可以在过去看到 所有的统计来讲 其实飞行员他最容易受到 就是颈椎上面的训练 这一点是什么 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 传统军方所使用飞行的头盔 这个其实现在已经是厨艺下来了 但是如果就他现在这个裸重来讲 就是我们并没有装上 其他的描具的部分 只有用这个所谓的头盔 再加上这个所谓的呼吸面罩的时候 其实可以请主持人拿看 他的这个重量 重耶 所以这个是还没有加 其他的配备 这只是裸重而已 如果就裸重来说 不包含我们现在手上 所拿的这个所谓的呼吸器的 这个配件来讲 其实他的这个重量 大概就在所谓的一公斤左右 可是你想想看 我这一公斤所谓的重量 带在我的头上 再加上我的头部的重量 大概有四公斤左右 所以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讲 他的颈椎要承受的 其实四加一等于是五公斤 这是在正常的状态之下 一个G的情况 所以如果他面临到9G的时候 其实很大变会 你是他的脖子 必须要承受五九四十五 将近四十五公斤 到五十公斤左右的重量 承受他的颈椎 尤其在高速这样飞行 尤其那个G力 非常重的这个状态之下 你想想看 他戴着这个头盔 他必须要抬头 甚至低头 甚至很快的速度 他要左转右转 你要追瞄 你要去找目标 没错 所以非常多的人 其实都会遇到 所谓颈椎伤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对于一个成熟的飞官来讲 你想想看 他所受到的这个训练 跟他的压力如此之大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 一个飞行员的性命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观众朋友 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 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 副司令来到现场 副司令可不跟我们讲一下 看这个数字还满惊人的 9年只培养出21位合格的 F16的飞官 多不容易 现在一个更恐怖的 恶心循环来了 频频共击来扰台 这个东西 现在开始专家提出警告了 会拖慢 会拖累 我们对于飞官养成 有多严重 对 我们可以知道 因为这些飞行员 从空军官下的时候 基本飞行到 飞喷射机的高级飞行完毕之后 他不是光只是飞到 分到主力战机 F16 IDF 还有幻象2000 他要飞空运机 腰山洞 还有P3C反潜机 有的还要飞救护机 还要飞这些行政专机 非常多 所以都把它分掉了 现在你要分到F16 当然它数目让大家一分 它整个的分子就变少了 现在就是说 共击来扰台 这些所有的飞行员 他要去 一定是作战任务第一优先 你作战任务第一优先的状况之下 那你的训练是不是就耽搁了 你训练耽搁了 那培养飞行员的速度 是不是变慢了 你时程是拉长了 因为很多成熟的资深的飞行员 他跑去做警戒 做升空 做拦截去了 他出任务去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你这些之前的飞行员 他就没有资深的飞行员去带飞他 那没有资深的飞行员带飞他 他完去时间下后 延后之后 那出任务一直都是这些资深的飞行员 这些资深的飞行员 在生理上还有心理上的压力 在这个负荷下 一定非常的重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些离退的这些 或转到民航的这些飞行员 我们不要让他退 我们长留久用最重要 这些飞行一千两 一千两千小时的飞行的这些 他要连线到了 把他留下来 来做带飞的事情 让这些老辣的飞行员来带飞 来专师来实行训练 让他成熟的飞行员去专门去出任务 我们把它分开 这些后备飞行大队的人员 把它留下来之后 把它带飞 比照民航机的待遇 一个小时给他两万 一个小时给他三万 不贵 因为你一个月给他飞行十个小时 一个小时三万块 一直过三十万 对飞行员来讲非常的廉价 这些老辣的飞行员很有经验 你去带飞这些之前的飞行员 让他尽早来完训 完训之后他就变成能够出任务 出任务之后 分摊现在线上的飞行员 不管警戒 驻队待命 防空拦截 夜间 夜警 那这样的任务 你把它分摊 分摊他们 他们的工作负荷 跟工作的压力就不会那么高 那这样才能够发挥战力 倒数不到48小时 观众朋友 我们看到赖清德2024的前哨战 就看这一仗了 南投立委补选 现在居然传出 连地下赌盘组头 下到都封盘不给下注 到底发生怎么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而今天最新的消息 我们要告诉大家 台南市市议会邱莉莉议长 今天遭到起诉 起诉的背后 到底检察官掌握到 什么样的钢铁证据 而起诉这件事情的 联播跟政治效应 会对赖清德的选情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邱将哥还有观众朋友 现在赖清德多难 南投台南都有难 台南特别难 台南本命区 台南搓了一旦 邱莉莉 邱将哥 他去年12月的时候 才刚刚当选议员 当议长 对不对 这把你去用起诉 邱莉莉自杖 不用再厉害 郭塞希已经压起来了 观众朋友 我不知道邱莉莉这么大胆 因为其实检调早就锁定 去年9月就在监听 早就都给你电话听到 你再打理你 所以他们在怎么瞧 怎么回 都在检调的眼皮子底下 所以一个一个收押 钱我也找到了 证据我也找到了 人证 物证跟钱 还有监听的内容都有了 现在郭塞希已经被收押 对不对 然后整个这样子下来 邱莉莉林自载机 郭塞希等人10个人 现在目前检方 通通提起诉 把你们全部起诉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掌握到了 在过去对待期间 郭塞希跟邱莉莉 邱莉莉跟我们 现在目前还不知道 什么样的人 的这些友人 他的对话内容有什么呢 来 俊阳哥他讲 他说起诉书里面 他直接告诉你了 邱莉莉在去年9月布局的时候 9月还没有投票 11月26日才投票 就打给郭塞希 就他们两个 他就打电话 郭塞希说 你现在这样就好了 你不要再打电话 我来处理 他说我家事都没了 这次绝对要跟他拼了 邱莉莉说 我家事都没了 要跟他拼了 这个我是邱莉莉 他是不是不是家事 好 观众朋友 他因为他有前后文 他们在讲黑面的 就是这位郭信良 前议长 我家事都没了 家事是什么呢 他房边这个房产什么的 把钱凑起 我把东西卖掉 我有钱的话 这次我要跟他拼了 就要跟郭信良拼了 下一句讲什么 我这次如果不把他拼倒 算我漏掉 就是台南規格 所以我已经弄好了 那没关系 你今天有办法 能够让大家投给你 没问题吗 但是你买假期 你筹现金 你送钱给这些议员 你会选之后要拼多郭信良 不好意思 你这已经是涉及会选 所以通通起诉 现在邱莉莉的这些内容 还有他跟这些 武党籍的都代价而骨 我们要拿一件处理 都要录下来了 那有什么办法 所以议长跟副议长 当然他们现在目前 民进党是停权的 可是他毕竟是 民进党本来的议员 现在的议长 那又在台南 你说怎么会不伤赖清德 韦翰讲到这个 我把家事都买掉 我买到他拼 记不记得 这个邱莉莉他被交保两次 第二次的关键是什么 是不是检掉在他家里 搜出了来路不明的现金 要去问 问这个现金的来路 后来用更高价格交保 虽然我没关押你 可是我对你的怀疑 越来越高了 对 所以你要知道 其实整个这样勾进行 你就会发现说 他的案情已经非常明确了 第一个就是用钱买 第二个呢 用钱买还不止这种 包含了郭再兴 他会跟这些议员讲说 你如果落算 四年的薪水都中够付给你 你不用怕 你不做优优 我付你一元薪水 或者是说 你买房我给你打八战 我直接帮你处理 就是都是用钱的部分来算 另外还有一个是 之前有没有 这个土姬林世杰 他是叫上车上讲说 我买到飞了 所以又有黑又有金 这些东西重复都被掌握下来以后 丘莉莉现在被起诉 就伤到了赖清德 好 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台南地检署呢 非常快速的在一口气起诉了十个人 那伟翰我就问了 今天这个起诉书的背后 对于赖清德2024的影响 本命区 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效应 伤害已经造成 赖清德的处理叫做停权 那现在已经起诉了 很快就把他们开出党籍 照走就是这样 可是这个社会的伤害 已经放在那边 赖清德现在也没有什么别的方式了 因为他已经就是做到这个处理了 而且我想民进党早就有意识到 他可能会被起诉 所以后续只能靠另外一件事情 来博得社会的轻域 跟党内的士气 就是观众朋友 两天以后的南投立委补选 2024前哨战 你穿一把酒放一把你也没看过 居然立委补选打到 跟总统大选一样的规格 这个是基本上这样子 南投有两个选区 我想观众朋友可能还不一定很清楚 北南投跟南南投 没有这么重要过 一个立委不选怎么了吗 而且 俊强哥 这个立委选上之后 只能做到明年2月1号 算算时间 连一年都不到 对 你是有什么好拼的吧 我告诉你 真拼 有夠拼 因为他攸关赖清德 2024的选举行情 我就讲 去年11月2号 刚讲邱立那一次选举 有没有 民进党大败 只留下来五个件事 台南还是仅存了几个 那接下来12月18的嘉义 李俊逸输 1月8号吴云浪 王鹏辉 又输 我已经输了三个 如果输就四连败 真的是 就变成是整个世纪都倒下去了 但是 俊强哥 我刚刚所讲的这三个失败 党主席都不是赖清德 那个都不能算是他的 他是1月18号才上任 1月2号才选上 所以赖清德当了党主席之后 好想赢选举 不是好想赢韩国 我好想要有一个指败 我能够有选 那就是蔡培惠 观众朋友我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你对于南投 一定不会太了解 我来告诉大家 南投基本上这是第一选区 北南投 这是下面的选区 南南投 第二选区 他总共有七个行政区就是 南投 民间集集 竹山 鹿骨 水里跟信义 那么最多的票就在南投市 他有9万多人 8万多票 第二个是竹山问题来了 俊强哥 因为原本大家都在讲 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 因为过去这16年来 你知道吗 2008年单一选区两票制之后 南投的这个第二选区 民进党一次都没有赢过 所以这个是国民党的铁票区 铁票中的铁票 就是林明珍 林明珍在过去2008到2001 他当了8年的立委 之后他就当县长 然后换许之后再当8年 两个圈圈加起来16年 没人双脸贏 然后我刚刚讲蔡培会 为什么给大家看那个图 因为他选过一次 是选北南投 第一选区跟马文君 这不是他的区 他是要选什么 所以一般一开始 大家国民党 那还有林明珍都非常自信 我根本就不用选船团 这些也不用付 我也不用开记者会 安安静静就选上了 但是俊强哥现在出现问题了 我就直接这样讲 因为我们已经剩几天了 我就告诉你 这是地方媒体的报道 所谓的赌客是在狂压蔡培会 但是我刚刚已经狂压你乱讲 不是说都是8年8年吗 要压也压林明珍 为什么压蔡培会 我告诉你问题来了 因为林明珍 俊强哥当太久 他当了16年 8年的立委 8年的县长之后 这一次原本外面传说 是他儿子要选 就当儿子身上还没上场以后 老百姓帮你卡位 明年再给儿子选 地方不同了 地方不同意了 很多的国民党议员不要点名 就讲都没办法三岗 所以他这两天刚刚宣布说 我也不选了 明年也不选了 但问题来了 既然你明年不选了 你现在要选干嘛 你应该交给明年要选人来 第二个我刚刚讲了 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林明珍在当县长的时候 俊强哥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吗 我刚刚给大家看 来 观众朋友看一下 南投市有9万7千人 投票有8万票 最大票仓对不对 第二大票仓 你算一下是哪里 就是竹山 好 问题来了 竹山跟林明珍有仇 去年的10月6月 这几段时间的时候 竹山因为要弄一个 氯化中心 他要处理垃圾 竹山人说不是 那个不是什么 直接把那个垃圾划掉 他要焚化炉 我们南投没有焚化炉 要跟竹山来 所以竹山人拒绝焚化炉 他们说拒绝这个氯化中心 结果林明珍当现场 去年的时候他生气 他说你们第三个垃圾 我们也要处理 所以竹山人对于这个 林明珍是非常头痛的 非常感冒的 就赖清德哪里有动 就实在哪里差 直戳这一次选举第二大票差 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我们竹山人 要用拒绝垃圾的态度 拒绝林明珍 他说你是说林明珍不守吗 他说不是 因为林明珍曾经拒绝过竹山的垃圾 所以他们现在就把这个挑起来 那俊山哥你看一下 竹山既然他是第二大票上 如果竹山人不投 这样投票如果不到事成的话 还很难讲 所以到我来看 观众朋友 今天我这样说明就懂了 为什么地方的赌盘会狂压蔡卑会 因为赖清德想赢 而且民进党团结 再加上地方项目 你看起来投票国会太高的状况之下 其实看起来 南投这一局其实还很难讲 那当然朱立伦也想赢 因为他已经赢三场了 再赢下去的话 朱立伦或许就要成为总统候选人了 所以蓝绿现在已经在南投 杀到难分难解 所以不到48小时 南投补选一个剧烈的一个变化 48小时我们就会知道结果 如果这一关 让赖清德也闯过了 后面一只大老虎在等着他 其实对侯友宜来讲 他现在目前就是合作事情 完全不表态 他有去帮忙 可是他现在对于这个胜败是淡然的 因为紧张的是朱立伦 观众朋友 如果这场选举赢了朱立伦 俊强哥就是绿巨人2.0 民进党绿 最怕他的 以前是吴敦义 民进党现在更怕朱立伦 因为每一场选举都是朱立伦赢 对不对 朱立伦参选总统的机率会不会提高 会 对 所以如果说这场再赢的话 林云震再赢的话 朱立伦参选总统机率 就往15%往上走了 但如果没有赢 那不用讲就是侯友宜 只是他面对的将会是个 更强的赖清德 所以我说这场选举 虽然只是个地方的补选 任期甚至不到一年 可是他牵动 2024的总统大选举 也因为这样 这个难投选举 史无前例 从来没有这么样被关注过 好 今天我为大家邀请 到是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小平议员来告诉我们 对于赖清德来讲 今天两件大事 他的本命区 这个议长等十个人 一口气都被起诉了 这件事情对赖清德 2024的影响会是什么 很大 而且都是他的子弟兵 当初以后一派 就是六个这个政国会 想投郭信良 可是赖清德用道德 高道德标准跟政党政治 民进党竟然过半 台南市议会 我们就一定要推邱莉莉 邱莉莉就是他的系统 就他的子弟兵 这第一个 从中间穿着影线 被收押的叫郭再青 他一手培养的宗职尾 而且另外新潮流叫赖瑞荣 他是负责宗职会 来查查会学 有没有 就是把这六个强迫 不同你就开除 六个政国会等等 所以他硬弄下来 强摘的果子不会甜 而且他是最恶心的人 哪里恶心你知道吧 赖清德 他叫黄伟哲 鞠躬道歉有没有 然后鞠躬 你没有责任吗 今天邱莉莉 你提他 你的子弟兵起诉 光电的东西 这个用数亿去买票 上百亿的利润 是这四年吗 是二十年台南 你也有份 你养大的 你可以难辞其咎 那叫别人站起来 鞠躬道歉 你呢 你是不是应该跪下来 第一个 我说他的态度 没有任何反省 然后牺牲黄伟哲 那黄伟哲搞这个事情 所以接下来 那他是需要 刚我一旦讲过 他需要一场胜仗 朱立伦也需要 所以这场普选 最重要不是难投 而是两个主席 选总统的机会跟威望 今天如果 这个朱立伦又赢的话 就三点胜四点胜 那他的民调会升 而且他主导 提名征召的总统权力大增 如果输的话会减损 然后赖清德 因为一路输 他非常需要这个难投 红利昂 我说赖清德 然后增加底气 让他好选总统 所以这一仗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难投这一仗 对于赖清德来讲 这一仗是背水一战 也是他能不能转趋第一名 最后快速定于一尊的一仗 所以你就会看到了 真的是总统等级的 超豪华的助选的兵团 已经开进难投来浮选 天天 我相信一直到选情之夜 你要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面临什么 有人说五缺 有人说六缺 七缺 八缺 缺氮 缺水 缺电源 缺鸡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看重要阁源都已经进驻南投了 连法务部长都坐镇在南投 过去几场补选 你什么时候看过他坐镇哪一个特定区 所以人民需要的东西 你有没有站在人民帮人民想 脑筋里想的只有胜选 最烂的政府 最烂的阁源 叫陈吉仲 怎么还有脸不下台 我觉得是脸皮比城墙还厚的第一件事情 然后他说可以平稳 还要等两三个月才有稍微勉强可拥有 但这第一件事 第二 你们注意一下 这个国家机器出动 法务部长去干嘛 查查会选 你不要给我动 那会不会 他抓住了国民党不能买票 然后有没有可能纵容 民进党的庄教买票 这个两手这个选举是最后很重要 法务部长是国家的法务部长 我今天是说 这么大咖的人 正在南投这个地方 人民一看到都会觉得 我这怎么要出大事了嘛 我管你缺水缺电缺药缺蛋 你让人民去死好不好 我南投一定要倚嘛 而且拜托蔡英文都用国家机器 是 然后法务部长去 任何人都去 所以林明真可怜嘛 一个人小虾米 对抗整个国家机器的大鲸鱼 这选举很难选 我预估如果投票率高的话 有很多的返乡投票 四成多会输国民党 如果压到四成以内 基本盘顾到 林明真是个老实人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显向缓生 有惊无险的过关 梅雨季离现在还远 但是全台水情已经告急了 台南现在已经陷入了 今天少用一点 明天就多一点的水荒 很紧急啊 现在又一个县市要拉紧报 高雄3月8号开始 要夜间减压供水 现在要抽地下水救命 屏东更惨 已经快要600天没下雨了 连地下水都抽不到 这时候政府在哪里 经济部长王美花说 产业用水没问题了 4月底再开发出13.6万吨的水 我们就问了够吗 还是根本杯水测薪 我们这样讲 你根本可以从这个事件里面学到 如何靠着没有用的农委会 跟经济部拖累全国的人民 第一个我们先这样讲 极端气候讲了 不知道多少年了对吧 你早就该做好准备 今年的状况是春雨偏少 所以现在没有雨 而且降雨南边南部 越热的地方创新低 北部创新高 高雄去年降雨是24年来最低 屏东是600天没有下雨 加益整个2月 我们台北下雨下得阴雨飞飞 结果加益2月雨量挂零 所以你现在看到 这个很触目惊心 当高雄 我刚刚说3月8号 它开始夜间减压 高雄还有井可以挖 挖都还有水 结果600天没下雨的屏东 挖下去抽不到水 抽不到水也就算了 我们拿来 如果我这样讲 民生用水其实没有那么多 多的是工业用水 高雄这边水晴灯号已经转黄灯 3月8号就会转黄灯 夜间要减压供水的时候 我先问一句 台积电在那边 台积电水怎么办 水怎么办 没有办法 你有那么多的北水南送吗 当年在竹科缺水的时候 大量的从北部买 高雄要从哪里买 高雄要从台北买下去吗 你硬是在高平溪着水井 我告诉你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地下水超抽地层会下陷 去看看云林 去看看台南七谷那一带 是不是就因为超抽而受到影响了 所以当地议员说 你不能每次缺水就来挖井 那我们要特别讲的是 连台南都已经浸到所谓的 优先使用回收水 他呼吁市民节水 今天少用一点 明天就多一点水可以用 但你能跟南科这样讲吗 你能跟南科讲 今天少用一点 明天就多一点水 24小时运转的晶圆厂 国外的订单没有断 你要怎么停 他自主节水 但是节的不够多 水不够就是不够 但我们要这样讲 为什么我们刚刚骂 农委会 你想说水跟农委会有什么关系 农委不是管鸡蛋管鸡肉的吗 他有管好吗 他没有管好 所以我们要来讲耕种了 第一个 农水鼠现在从皮塘 溪流 水井 硬是抽水 要供春耕灌溉 但是我们刚刚讲 屏東已经抽不到了对不对 农业用水只能撑到四月 我马上要到了 四月我还等不到梅雨 我跟你讲 正常有头脑的农委会会 宁愿被农民骂停止春耕 你一律停止春耕 就不要用灌溉用水了 没有办法的话就只能这个样子 可是没有 硬干 硬来 硬抽 我们先这样讲 你看了下一张图就知道了 为什么北部水晴尚可 蓝色的部分是设计容量 那整个设计容量跟淤积量 灰色的是淤积量 所以你看到了 翡翠水库很棒 我们台北多少年没有缺水 石门水库供北部的水的时候 它的淤积量也不少了 可是我们可以靠翡翠水库撑 可是南部的主要水库是哪些 南华 乌山头 白河跟真门水库 灰色的都是淤积的 没办法装水 你能装满的也就是蓝色这个部分 是 我们甚至讲 台南那边的乌山头水库 几乎已经快要到了淤积 比剩下的容量还要多的状况的时候 南部现在缺水有一个问题 没有水库可以掉肚了 而过去这么多年 为什么不疏导水库 为什么不节约用水 为什么不盖新水库 这个政府为什么 我们在讲天气变化的时候 你得要为缺水负责 就是你根本没有位与筹谋 学生刚问了一堆问号 我们就去问 政府你做了什么 缺水也不是今天 也不是昨天 也不是去年 最近一次 我记得两年前 三年前 因为新竹很多同学在竹科 我就特别关注宝山水库 我记忆很深刻 宝山水库那个霸底 完全裸露出来 那几年前 至少两年了吧 政府做了什么 我先这样讲 你不要看 政府说我们去年的时候 趁缺水的时候 我们叫那个怪手 一车一车的挖 第一个 那你前几年你在干嘛 第二个 你知道所有的淤积 水库淤积最有效的时候 是重力冲刷 就是趁有水的时候 用重力冲下去 把那个淤积全部冲到 水库外面去把它排出来 但现在没水了 没水怎么做重力冲刷 你这样子冲一次 比几百辆怪手运几百车都还要好的时候 你没有趁油水的时候做 现在就没有了 但是王美花又在那边瞎扯 说有百年大旱的经验 去年就提早因应 去年就缺水 去年就旱灾 去年缺到中南部有人没有办法洗澡 你的活水源头不够 你还是没有办法 所以刚刚讲了宝山水库一度2021年只剩4% 如果不是因为有梅雨 根本一滴水都炸不出来 那我问你 对 我记得的就是这一幕 我也看过水淹上来的时候多漂亮 所以2021两年前干到剩4% 那老天爷爷给了政府两年的时间 两年做了什么呢 两年他试着打造了一个东西 我告诉你这个还有反对 但他硬来石门水库到新竹联通馆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北水南宋 你把原来不缺水的北部的水 调到中南部 甚至这个还没有到中部 到新竹 根本标案才发包而已 发包要盖多久不知道 而且有一个问题 你把石门水库的水调过去的时候 我北部会不会缺水 我北部缺水了 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个只有解决新竹 高雄缺水 我们刚刚讲的 南化 真文 乌山头 还是大量淤积的时候 请问南科 甚至高雄的台积电缺水 你要怎么解决 缺水你要怎么解决 我们就问政府 刚刚提到了 包含了经济部长王美博 还有农会主委 陈吉仲 你到哪里去找人 你要找陈吉仲 可能要到南投去找 我们这样讲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他们都跑去助选了 但陈吉仲我们要多骂一些 为什么 因为缺蛋 他之前一直否认 缺蛋现在新竹的咸州民店 因为买不到蛋 因为他店里面东西好吃 所有东西都可以加蛋 甚至可以双倍加蛋 他说我们现在叫不到蛋了 我没办法开停业10天 而且我们要特别讲 澳洲蛋不是进来吗 36万颗还是37万颗 对 俊向有没有很开心 开心吗 你有没有想要买这些蛋 想买啊 买不到 36万秒杀 不是秒杀 这些36万是我们特别从澳洲进口 用台湾人民的钱补贴 坐飞机过来很珍贵的蛋 对不对 是 优先提供给烘焙业 你一颗都拿不到 用台湾人民的钱补器业 然后他们是怎么天真的想的 陈其中说 我跟你说 只要烘焙业拿到了这些液体蛋 他们就会不买一般的台湾蛋 你一般民众就买得到了 但是等等 你买得到吗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你知道这些烘焙业买的液蛋 跟你们买的核壳蛋或是平纳蛋 那根本是不同的通路 而且还没完 你是烘焙业 今天政府送你37万颗蛋 你会不会想再多买 当然会 因为我要做蛋糕 我母亲节党期要到了 我要做蛋糕 所以烘焙业还会多买的时候 沉浸这种整套系统 根本千疮百口 台湾还会缺蛋 人民明知所欲在哪里 官员们真的有去体察吗 还是说心里只有选胜 在48小时之后 这个难投立委补选这一期 你看谁也来了 法务部长都去了 去年的九合一过后 历经了三次补选 你哪一次看到了法务部长 坐证到哪一个特定的选区了 就他们要输的选区 但我们这一场输赢 我们不敢讲 因为现在状况不明 而且快到选前了 可是蔡清祥亲自出面 今天台南88枪才起诉 蔡清祥要不告诉我 最后你民进党被抓那么多人 什么是要给我一个现在的正义 不要再提转型正义 更别提赖清德 陈建仁又要去辅选228的时候 台湾还在缺蛋 你的民生问题解决不了 就只搞选举选举选举 3月3号选前民进党 全党要去辅选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高雄要准备抽地下水 屏东更惨 抽下去抽不到水 600天没水 可是网美话部长就出来了 大家不用怕 我要帮你们检查出13.6万吨的水 特别是我知道你们担心 科学园区会没水 不用怕 水不会不够 真的吗 水差很多 他整个 我刚刚讲那个 非常名声用水 我刚刚讲这个台南科学园区的用水 一天要33万吨 其中成功8万吨是来自于再生水 其他的就是自来水供应 简单讲这样 然后王美话说不缺水 600天没下雨不缺水 没下什么大雨 他一天你今天吹牛 我还没有办法印证 说吹牛说一天可以给你13万吨 13万吨 33万吨还差20万吨 你去哪里来这第一件事情 甚至人造雨都已经开始做 可是效果都不好 我简单讲就是你为什么为雨绸缪 为什么都在缺水 今天不管是南化水库 不管是真文水库 其实像真文水库 只有剩下蓄水率只剩23%而已 那你为什么不及早因因等等 第二 你今天上游的烂肯烂法 你又没有去取缔 先知识长都做好人 你到水库 水库的问题是淤积 你满了也没有用 满了一下就用光 因为淤沙太严重 有没有切实的 每年去挖那个淤沙 再找霸子不容易 一定要把原子去挖那个沙 能够储水 水是战略物资 那大家南部的县市长 民进长吹牛说 那我要弄南科 我要引进什么各个电子厂 我要怎样 那用水用量很大 今天你所有电子厂进来 先不谈员工 水电是基本的 水更重要 你没有水你怎么办 你怎么生存 所以很多事情 区域治理 要有宏观的眼光 这五缺要把它搞定 所以你的意思说 今天一个非常明确的缺口 在那个地方 汪南科一天33万吨的用水 硬碰硬的东西 结果你现在跟我检讨说 13.6万吨 连他一半里都喂不饱 你跟我说不用怕 那你干嘛 那三分之二的工厂 要让他歇业吗 不用电不用水吗 那不可能发生的事 赶快想办法解决 这是重中之重的事情 当全世界都在聚焦 美国刚刚公布的晶片法案 你要怎么补助相关细则 业者你想拿补贴 先跟中国绝交十年再说 但我们今天告诉大家 这个只是确保先进的制程 留在美国制造的第一步而已 我们要告诉你 不戒掉中国恐怕失血更严重 为什么 今天揭秘为我们揭秘 原来拜登手上有这个 绝密的超级血滴子 逆我者亡 没错 事实上你知道美国贸易代表总署 我们在过去这20年 没有看过这么积极的 他去年6月份因为台美 我们说台美世纪贸易 21世纪架构 跟台湾接触之后 他只花了多少时间 只花了5个月时间 就把整个项目谈妥了 然后只花再花2个月时间 都已经超前谈到TIFA 天啊 不是台美贸易架构 21世纪贸易架构吗 怎么突然谈TIFA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一次美国贸易代表总署 他特别提出的 所谓的成果报告 特别把台湾列入为 所谓年度最具有成果的一个内容 包括了美珠 这个美牛 近代台湾 台湾的贸易的优先 还有包括各样的法案 双方有高度共识 我很少看到美国代表总署 把台湾讲得像如此的神 那最后你知道吗 他下一个结论 他说结论是 今年势必要跟台湾 签下所谓的BTA 双边贸易谈判 他把它列为是最优先代办 到底美国在急什么 我们先还一件事 事实上早在今年的2月8号 就是刚刚过完年之后 其实台湾跟美国就已经 对这个晶片部分有一个谈判 但是大家都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前两天的时候 美国 日本 韩国跟台湾 又再次谈一次了 但是聚焦的部分 其实谈得很单纯一件事情 这是内容很精彩 包括要对于解决关键跟新兴技术 半导体的工业链的韧性 还有电池跟关键的产品 全都谈了 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在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电池韩国很强 记忆体韩国很强 还有这个所谓的数据的透明度 因为韩国在中国有工厂 所以这一次很明显谈判的过程当中 韩国在里面应该是挪坐针毡 所以你点名的这四个国家 就是我们讲的Trip 4就是今天天下为中 晶片大战最重要的四个核心国家 台湾也在里面 你看提到韩国我就问了 去年的Trip 4刚刚被丢出来的时候 韩国不是拜托拜登 再给他一年的宽限期益 我压太多钱 我压太多的半导体厂 在西安 在大陆的几个大城 你要我断根怎么可能 一年时间也快到了 最后这个Date Line之前 我们看到了什么血淋淋的事实 就是没有事实 美国没给答案 你看这些四方围台的时候 基本上就知道韩国全部让步 中国部分你不能再扩厂了 这些东西要全部处理 你要知道韩国现在状况有多严重 2021年的全球低润的市占率 韩国就高达42个百分点 那么储存记忆体占了30.9个百分点 意思你手机没两台 有一台的记忆体就是三星的 你的笔电没两台 一台里面就是三星的 结果你知道吗 而且更讲直接一点点 三星紫光记忆体部分 就占了整个三星半导体 获利的50%以上 如果这些记忆体没赚钱 就宣告其实三星就是故事 很辛苦地演下去 好了 回来一件事 最近公布的数字 确实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恐怖 你知道二月份整个日本 整个韩国它出口比去年同期 又降了7.5个百分点 7.5个百分点是什么概念 是连续五个月重挫 而且重点是什么 到二月份还没有止血的状况 我们台湾二月份可能就会稍微止血 二月份的出口的每天的年减率 跟去年同期比再掉 我们刚才讲二月份的出口是7.5 但是平均日年减率是高达15.9个百分点 这告诉我一件什么事情 韩国现在生产的记忆体是卖不出去 这就是我刚刚说到最恐怖的情景 借不掉中国失血更严重 二月继续摔 三月如果继续摔下去 没有任何止跌的情况 2023年第一季 这个盘一开出来不是 吓死人了 因为你知道三星过去太压住中国了 它在西安的厂我们都知道 西安厂只光在Netflix部分 就占了三星产能的将近一半 那你说如果今天中国自己都扶植自己的 Netflix你能跟我怎么办呢 而且你知道当时韩国太计算错误了 它基本上把中低阶的记忆体 跟中低阶的这个所谓的Netflix 全部放在西安 单压西安就想说我这么强的西安 这样的厂商在中国我可以制霸中国 没想到中国这几年起来了 它根本不买你的记忆体 然后美国也没有买这个韩国的记忆体 整个出口衰退很厉害 可是问题来了 这故事结束了吗 恐怕没有 虽然我们知道没有错 美国现在对中国 已经对半岛里做尽致力了 但是中国有能力买这么多记忆体吗 是个大问号 我们今天看到更可怕的数字 虽然中国说他们制造业数据一起来了 今天经济成长会到百分之五 讲了一堆好消息 但是有一件现实的问题 当你资金流出中国的时候 就代表这个经济出了问题 像台湾资金流进台湾 所以台湾万物都表现得很好 就是经济部分表现还可以 但是中国这个状况怎么样 我只讲一个数字 连中国企业都不相信中国了 你知道目前为止 中国流出去的钱 就是中国企业流出去的钱 跟他在中国投资的钱 竟然逆差超过400亿元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 更不用说外资投资到中国 打回到1999年的时代了 1999年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进入WTO 那是表示说中国经济还是属于 比较是缓步成长状况 对不起 一回去一口气把你打回到1999年 那问题的事情 那三星如果今天 韩国继续明年中国 它只能会跟中国一起坠落 所以当韩国最游移最暧昧的 现在也不得不选边站 站队美国队的时候 杰明告诉我们 那背后意味着什么 原来拜登手上 有一个让韩国躲都躲不掉的 超级血滴子 血滴子要杀向中国 你躲好 不然连韩国都会一起被砍 没错 事实上我们都以为说 其实这一次的所谓 设备不卖就算 那你至少维修 旧的设备你应该去维修 因为你卖出去有这个原则 结果没想到日本一个网站 公布一个消息 让大家就非常震撼 他的集围网直接讲白了 这一次在1月份1月底 日本 美国 还有这个荷兰的合约里面的内容 不只是只有设备不卖到中国 还有什么呢 还有包括绝对限制中国 派出人力资源 而且对于之前运往中国的产品 也不能维修了 人不进中国连维修都中断了 他告诉你什么事情 告诉你 你就算是旧的记忆子 摆在那边 摆到最后也坏掉了 因为没有人维修 这个很杀 好了 问题来说 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双方是有点征战的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韩国当然不愿意 日本企业当然也不愿意 为什么 只光东京电子 它在中国的业绩就占20% 我们说这个佳能 这些公司在中国也是有做生意 它不做生意 不是只有跟半导理有关 它其他产业都有 我帮你半导理关掉 弄我其他产业怎么办 我这个事情很大条 但是经过这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改变态度了 几乎每个人都说我可以 我这么说一句话 东京电子这个社长叫做核栗栗树 他直接讲白一点 他说你说这个NVIDIA多强对不起 没有我东京电子 你别想生产任何尖端的半导体 为什么口气这么大 它有什么呢 好 你跟你说 我们说的光型影记 就是我们说的极止光机 它基本上是把你IC设计图 打到你的晶片对不对 但是你晶片的时候 过程要显影 然后你要清洗 你要切割 切完要清洗 你知道那边集酸的东西要清洗 这些化学品谁都有你知道吗 不论你说的所谓的沉膜为瘾 这个石刻到清洗 基本上东京电子 如果说它是第二名 这世界没有叫做第一名 好 我再讲个白一点 请问一下洗净的东西 是不是要一直洗 用完洗一批 用完洗一批 消耗不紧的 我们的光型影记 它是直接一直照 下面不管你的晶片怎么好 我就继续照 但洗净不是 洗净你晶片做完之后 你要把那些墙酸 墙水 赶快洗掉 那水洗完之后 那就没有了 这个石刻的机器 也是会容易有 这个零件的这个损耗 那零件的损耗 你就不能补了 所以问题来了 而且你知道 重明在什么地方 东京电子很骄傲 我今天卡你中国是卡你现在 它还要卡中国未来 不但是现在要卡这样 东京电子怎么把未来也砍掉 它说你现在所看到的设备都是 我3奈米的制程 将来还有2奈米 将来还有一奈米 将来还有超奈米 我的这些显影机 会跟着这奈米继续 这些产品继续前进 而且你知道东京电子多骄傲 他说这个我当我的产品 出去的时候 你用了这个我们说的NVIDIA 不是 用那个艾斯莫尔的东西 对 加上我的设备之后 我会让你产品再增加 好几个百分点 所以你想一个更极端的情况 今天如果我今天一滴显影机 我都不迈进中国的话 你不要缴28奈米 你连40奈米你都做不出来 没错 那中国就要想办法找出这些东西 事实上中国技术只有在40奈米 可是问题是你很多产品 都需要28奈米 我都会讲很直接的问题 因为这是个很严肃的话题 什么话题呢 就是将来所有自驾的 这些MCU里面 都要用到28奈米的技术 而这次卖1奈米 再雄本就有了 好 我们谈这件事情 是一个大事情 之前台积电去日本的时候 我们都怀疑去日本干嘛 日本也不生产什么半导体 去没想到 得到了索尼跟这些公司的帮忙 立刻盖了工厂 而且盖的速度很快 而且他讲一句话说 在日本盖工厂成本 竟然跟台湾是差不多的 而且他们很有效率 我以为就到这边结束 没有 最近雄本把公共预算 弄出来的时候才知道 日本是完真的 日本的雄本先公共预算 公共预算就是水 电 这些所谓的公共建设 竟然在创历史新高 没有再给你什么三缺 五缺 七缺的 要水给水 要电给电 我就问了 今天台积电是客户在哪里 我就到哪里 美国如此 日本也如此 我们经常看到 今天他如何的贴近他的客户 帮他的客户扮演超级加速器 你想看这个日本政府 怎么说服台积电要设四难 因为你赛民在哪什么地方 你用不到 现在答案揭晓了 这是令人恐怖的事情 原来台积电有另外一个战略伙伴 叫NVIDIA NVIDIA决定要把他们最新的 Zone的这个所谓的中央处理器 汽车的自动驾驶处理器 决定要用雄本来生产 意思说你四奈米生成的时候 我就把这最精锐的这个晶片 全部再生产 那配合厂商是谁 天哪 日本所有包括 Toyota Honda Suzuki Mazda 全部都要配合 意思说今天 我在讲这个所谓的NVIDIA 最新的这个所谓的中央处理 Zone到底有多强 讲白了 就是你现在台面上 路上跑的那些车子 有自动驾驶的 有没有 它的速率都比他们 路上看到至少6到8倍的 高速运转 那我说最近这个 特斯拉不是很骄傲吗 它不是有个Fully Self Drive吗 对不起 一碰到这Slow 故事叫做Game Slow 就是你基本上就是整个意思 慢 慢 排 所以这个情况下 台积电跟日本这次合作 恐怕在未来自驾车里面 要再创造一个叫做台日奇迹 倒数48小时 我们看到即将登场的中共两会 要正式揭开习近平第三个任期 这样的一个重要时刻 迎接他的恐怕不只是如雷的掌声 还有缺钱 失业 双炸弹 相继引爆的声音 中国财长公开说出了 政府要过上井日子 而且要长期坚持 中国真没钱了吗 人大代表居然提出这样的建议 引导大学应届毕业生去当农民 是担心今年一千多万的大学毕业生 毕业就失业吗 习近平怎么办 其实在习近平这个第三阵任期里面 现在认为两会的这个召开 对他的位置的巩固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在这一次里面 外界也认为说李强会接任 所谓的国务院的总理 那当然他也创下了一个先例 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接任的话 他就变成是直接有所谓的 地方党委书记 直接晋升到中央权力的 这个一把手的这样一个位置里面去 可是很多人也很关注讲说 你两会要表达的 跟让外界关注 就是说你中国未来 整体的发展走向在哪里 所以他的所谓的 出台拼经济的政策 就会成为外界非常关注的 这样一个目标 我们就看到了 封了三年 终于在这个白纸革命之后 他瞬间全境解封 解封之后再来的一个问题 就两个字经济 你经济怎么搞 经济搞得定 人心才安定 所以在两会要开始之前 你可以看得到 包含国务院下辖的一些单位 他们就直接开始讲说 我们已经开始有些 所谓的先行的 这个所谓的新闻发布会 他们其实就类似 像工作报告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 以这个国务院权威部门 划开局这样一个说法 你知道他们还弄一个系列 你知道吗 就是有五个国务院下辖的单位 包含工商部 财政部 央行这些 大家就来开始讲说 我们单位里面接下来的 这个所谓的工作报告 但这个人很特别 你知道他叫做刘坤 他是中国的财政部的部长 他居然就讲说 我告诉大家 这个过去的 这个几年的疫情里面 其实大家都有守住这一条线 但是他居然讲说 他希望未来中央部门 要能够艰苦奋斗 勤俭结约 坚持过紧日子 而且不动摇 这个意味着什么 这个是中共中央第一次认证 中央没钱了 国家没钱 习近平第三个任期 还没正式启动 这是第一道的杂音 第二道杂音是什么 是高失业率要炸锅了吗 当然刘坤会讲说 过中央过紧日子 是要希望让人民过好日子 可是你会觉得说 他为什么没事会讲这些 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的数字 上面进来看 第一个是 在中国的2022年的经济成长率 他居然只有3%而已 这个3%其实对于 他这样一个国家来讲 其实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的城镇失业率达到了5.6%左右 他的所谓的城市的失业人口 在去年的这样一个时间里面 失业了将近840万人左右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当我城市的失业人口 越来越多的时候 很多人会变成是第一个 他没有工作了 第二个是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可能会造成 其他的社会问题 这时候他们居然有个人大代表 叫做张天任 他就具体提出 他认为很好的建议 他说什么你知道 他说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高校毕业生 那既然城市里面找不到工作 那没关系你们就返乡 甚至就下乡好了 他说你们要参加所谓的农民队伍 为什么你知道 一个好听一点叫做 我们要发展高科技跟精致的农业 但是其实他真的想法是说 这些人不要留在城市里面 就没有所谓城市失业的问题 那好像把他用大水库 撒到各个地方去 到农村去就会有饭吃 有工作做好 撒到农村去 大家有一份工你就打工去 你也不算失业 眼不见为敬吗 我们就问了 我到农村日子就好过了吗 我就有差可以做吗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过去中国在所谓的城市的失业率 是在840万人左右 但是农村因为一直没有一个 很好的体系去做这个 所谓的推算 所以现在也认为说 如果把中国的这个失业农民 算起来之后 他的失业人口数很可能会超过一亿 最近在网路上就有一个影片 一直被大家讨论 他这个位置是在河南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在这个卡车上面有一个老先生 事实上也很努力的在拿这个东西 但重点是下面的这一位 你可以看得到 那是他的妻子 他也在扛这个水泥 结果这个影片一出来之后 天啊 很多人不是讲说 这个老妈妈的体力怎么这么好 但会觉得你73岁的老妇人 居然还要扛水泥 当然当局就有出来讲说 我告诉你 他们是因为觉得说 我退休了没什么事做 求一个身体健康所以来做 可是就有很多中国大陆的网民 他们就直接讲说 你当局不要拿这种话来推诿责任 如果今天日子过得好 谁没事要去扛水泥 一定可能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他生活过不下去 才必须夫妻两个去做这种出工 来维系他的生活 所以你现在讲到了 今天如果因为高失业率 你要化整为零 把他们散到所谓农村去 叫年轻人一毕业 就去当农民的话 年轻人怎么啃 他最后想说 那我拼死拼活 我去考个公务员 捧个铁饭碗 我安稳到老可以吧 所以因为这样的想法的人 越来越多你知道 所以中国大陆的公务员的 这个考试 我跟他讲他就不断地 开始增加这个名额 而且把缺给开出来 现在讲说中国的公务员 考试整体已经扩招了17% 但是你扩招再多 我跟他讲都没有办法 容纳这么多的人口你知道 因为多数人都想要抢一个铁饭碗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甘肃这个地方 他曾经有开一个职缺 一个甘肃 你只开一个职缺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多少人去考吗 1088人 千中选一 那真盒子铁饭碗 那个简直是金刚饭碗 永远打不破 我考上了我就高层无忧了 那个录取率是千分之一还要低 可是你真以为说 我到了国家去就不用担心吗 我给各位看另外两个画面 这两个画面这两天 也在这个中国大陆内地也炸锅 你知道 那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是在这个所谓 哈尔滨这个地方 他是中国邮政的 哈尔滨分公司前面 居然有他们邮政的这个员工 出来抗议 你知道抗议什么吗 他抗议说你这邮政不给钱 限资不给薪 而且还说你是恶意的调降薪水 什么 我今天 就是好歹我考上了公务员 我捧一个铁饭碗 结果我被当韭菜来割 那结果很多的网民就讲说 天哪 你真以为是铁饭碗 这么好捧 你说邮政好了 那我进财税单位应该OK吧 财税是负责收钱的 结果你知道吗 在江苏省的浙江税务局 居然也有在画面上面所看的 还有人在这个税务局的门口 拿着那个白纸 写着抗议的布料 结果你知道 这些人也是来抗议什么 你知道他们都是这里面的员工 他们说税务局也不给我薪水 你要知道税务局这些人干嘛 专门去讨税 专门去偷笑 结果连他们都拿不到钱 所以一直有一个说法说 政府的钱不能欠 因为政府不会让你欠 但是政府可以欠人家的钱 这些税务员 他们现在就出来抗议 所以很多的网民就讲说 天啊 现在大家想尽办法挤破头 去挤这个所谓的公务员 真的给你挤区区区流又怎么样 你的生活没有保障 薪资没有保障 搞不好哪一天连工作都没有保障 回头我要问的就是这个震撼蛋 中国财长刘坤说出的 要准备过上井日子 而且坚决不动摇 我就问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背后水多深 习近平知道吗 他知不知道他这么多的省事 这些地方政府 已经穷酸到什么程度了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文件 不断的被PO上网之后 大家会觉得说 天啊 这个所谓的中国政府 如果真的有各地都出现到 我们卸下来要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的政府运作真的很夸张 你知道 我举个例子 在网路上面有一个这样 南宁供电局 他们其实有个供电分局的文件 意思是说什么 意思是说你看欠费停电通知 就简单了 你欠电费没缴钱 要催账 对 结果你知道被催收的单位 是什么你知道广西公安厅 警察局 而且你知道他那个一个月的 被欠的那个电费 如果换算成台币 我们现在用台币帮大家算 将近是211万台币左右 这个应该都有编略预算公款 要支付 这个就很奇怪你知道 好 第一个我先讲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 就是他欠费的这个部分 因为他有包含这个所谓的 这个欠费的这个所谓的违约金 有些费用要缴 那我先讲一下 你说211万台币 我如果换算过来的时候 你知道在中国大陆 在这个地方 它平均的电价是多少钱 多少钱 一度电大概是在2块4的台币左右 一度电2块4 你可以搞到200万的这个电费 那你是用了多少度的电 结果后来大陆换算之后 他怀疑他大概一个月 花掉了89万度的电 你一个公安厅 可以搞到这么多电 还是他根本在里面挖矿 对 还是你24小时 都开着 所以大家会说天哪 你也太夸张 好 这个广西公安厅立刻发现到 完蛋了 怎么被人家公布上网 你知道 他立刻就坐在讲 没有 我告诉你 这其实当然是因为我们财务上面 这个账务上有些问题 我们已经缴费了 后来财费发现到说 他缴的是电费 但是欠缴的那一些 所衍生出来的费用 他也没给人家缴 情要去甲布地 也是攸关人民 这人民真的要炸锅 连公交车 公共汽车 都开不出去了 这个位置是在河南你知道 之前有一份文件 还是河南商丘公车处 他们自己发一个文出来讲说 因为我们财政补贴 没有到这个位置 所以导致我们有欠这个薪水的问题 因为他们的司机员要去抗议 你知道吗 结果没有想到 他五个月没支付工资 被人家喊说 如果是这样我要罢死 不可以了你知道吗 结果没想到 这个东西一被公布之后 我告诉你 刚刚我们讲说那个商丘公车 他们发的公文 立刻就撤下来 那个声明就自己撤下来 讲说没有… 我们不是补贴不到位 我们会赶快 尽快地把这个薪水 发给这个所谓的公务员 所以回头你去看 两会马上要登场 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 要风光走马上任 其容你在这个地方增添杂音 只许一种声音 就是如雷的掌声 但我就问了 地方政府穷 穷到底他怎么办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割一块地去卖 不就变现不就过了吗 其实过去我们讲 有土司有财 土地当然是最大的财富 不管对人民或是政府都一样 但是如果你要每天这样子 我缺点就割一块地 割一块地 割一块地出去 你有多少地可以割 这就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按照统计 中国在2022年的时候 土地出浪收入 其实衰退了23% 什么意思就是 就是我把土地出浪出去之后 我是不会有笔钱进来 2022年靠这个收入 居然衰退了23% 有一个说法是说 它不见得是 它有可能是没有卖地 另外一个是 它没什么地可以再卖人家 因为之前就已经卖掉了 所以它衍生出来是第一个 地方财政出现赤字的问题 第二个是 过去在土地出浪的时候 很大一部分是把土地 流向所谓的工业跟房地财 所以才会你可以理解到 为什么中国大陆盖了非常多的 这个所谓的高楼层 甚至做很多的小区 做完了之后卖不出去 因为原先都以为说 我这样大量的盖盖盖 反正我政府可以先收一笔土地的费 那现在问题来你知道 你把这些土地出浪出去的时候 有很多居然出浪是所谓的农地 你把农地从中央下放到地方 地方再往下下放出去 再出浪出去的时候 你等于是国家就没有土地了 我举个例子 2009年到2019年的时候 中国耕地的面积 其实减少了1.13亿亿亩 那这个1.13亿亿亩 其实它凸显出来是一个 非常可怕的数字是什么你知道 它现在全中国的耕地的 这个所谓的面积 只剩下19.18亿 这什么概念 好 其实以中国来算 就每一个农业国家来讲 它都会去计算说 我现在国家内拥有的 土地的耕作面积 我必须再达到一个 最基本的一条底线 这条底线如果破了之后 就代表是我很有可能 我的种植跟我的粮食 会出现问题 画一条红线 不能预约的红线 当你的农地低于这条红线的话 你就会面临粮食危机 在中国的耕地红线 其实是1.1 是这个所谓的18亿 那18亿亩的这个所谓的耕地 如果我们回算到 刚刚的这个所谓的土地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距离这个红线 只剩下1.18亿 那这个1.18亿亩的 这样一个土地 就代表是你能割让的 大概都能割让出去 而且如果你今天这个土地上面 再有一些状况 比如说你有这个所谓的 天后的问题 导致它无法收成 甚至有些人不愿意跟踪的时候 那就代表你很有可能 会真正出现的叫做粮食危机 极端天气发威超乎想象 这什么情况 居然连温暖的洛杉矶 都发布了风雪警告 甚至连沙漠都下雪了 观众朋友 在极端天气笼罩之下 冰雪跟热浪同时袭击美国 活生生 撕裂成冰与火 两个世界 美国政府与人民 现在在乎的不是乌克兰战争 不是台海危机 他们现在知道 他们有个最大的敌人 是谁 老天脸色 他们从来没遇到过 大家都有啊 飓风啊 暴风雪很平常 也看很多 对 但这次不一样 这次老天脸色 让美国人感觉到国安危机 来得措手不及 尤其是他们的饮水生命线 澳加拉拉潜水城 第一次让他们感觉到 出了警报了 好 我慢慢跟大家讲 第一件事情 如果你有看最近美国的气象 卫星图 冰雪二重天 我告诉你 北部甚至于从来没见过美西 冰天雪地 是 但是东南部完全是火红的 火如一般啊 我告诉你 这个犹他州负22度 佛罗里达州这个36度 哇 温差五六十度耶 快六十度啊 最冷的山上 零下四十度 从来没见过的 四十度加上佛罗里达三十六度 差距七十六度 美国人从来在本土之内 没看过美国有差距七十六度 好 这第一个 这是平面的哦 对 这个东南跟北部 美西大差距 第二是立体的 时间序 纽约州今年居然是暖冬 一直没下雨 一直没下雪 纽约州人觉得奇怪 我跟大家讲 纽约最晚下雪是 1973年的1月29号 哇 五十年前啊 对 1月29号才下雪 对 但今年过了1月29号都没下雪 哇 破世纪了 破纪录 而且没有1月29号不下雪之后 一直一直一直以为 纽约州人要见过 世纪以来第一次纽约没雪 但是228那天下大雪 下大雪了 对 但虽然228那天下大雪 还是纽约人从来没见过 这么晚的下大雪 你看看 哇 整个马路结冰 这个车子 是 甩尾多可怕 还有我告诉你 这种车祸平凡 犹他州最多 一天360起车祸 连交通警察都差一点被撞到 好 这边的 你看这是交通警察 你看 千军依法 千军依法的时候 打华盛人平常 好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华人最多 我们去过最多的 美西多可怕 第一个我要讲旧金山 大家都去过旧金山 很多旧金山居然 在上个月顶都要到几度 几度 四度 冷成这个样子啊 旧金山人是不开暖气 不开冷气的 四度 四度是什么 是旧金山有历史以来 放气象站子来 132年没撤过的四度 破纪录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洛杉矶发布了暴风雪警报 我告诉你 35下 35岁以下 不知道什么叫暴风雪警报 南加州 向来温暖的地方 因为30多年来 没发过暴风雪警报 山上发雪崩警报 美国从来没有在南加州 听过雪崩警报 是 积雪210公分 好 所有东西都出来 还有一个这个 莫哈韦沙漠 居然降雪了 沙漠都下雪了 对 沙漠降雪 我讲个最简单给大家讲 所有到洛杉矶人 都要去看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好莱坞那个牌子 对不对 是 山顶的 对 牌子 那个海莱坞牌子都降雪 我告诉你 连洛杉矶人都没看过 这个 好莱坞牌子降雪 所以这个莫哈韦沙漠 尼洋谷降雪 都是从来没见过的 好 那这 大家不要只看这个风雪这么大 报告你的 有两大危机 第一个 一百万户停电 这么冷的地方 停电是最大的危机 对 第二个 交通完全断掉 对 不要说航班啊 这个 路上交通都没办法 对 航班通通都停飞了 四百六十架航班停飞 七千多架受影响 路上交通 你当你生病要急救的时候 对不起 救护车是没办法去的 好 那没关系啊 还有医疗直升机啊 是 我告诉你 医疗直升机 在内华达州 救了一个病人 结果坠毁 坠毁 坠毁 对 一个病患 一个病患家属 你说说看这个 让不让人 好悲惨啊 真是难过 对不对 对 好 拉斯维加斯 大家都去 对不对 拉斯维加斯 你知道 到什么程度吗 这个记者 这个记者 你看 他在 你看 就代表那个风 强到什么地步 连一个成年的 男性 他都 没办法接受 被吹倒了 也就是说 天气 让美国人 快受不了了 他是 冰火 二重天 好 冰火 我们讲了这么多 冷啊 冷的 冷的 对不对 是 东南部 有多热啊 热的暴命 看看 这是佛罗里达州 超过36度的高温 美国从来 二月36度 对 二月36度 吓死了 一般我要跟大家讲 佛罗里达州 二月 最热到28度 是 没有到36度 对 平均是14度到26度 就出现36度 所以 居然在美国境内 第一个 冰雪二重天 对 第二个 时间续来排 也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好 大家都知道 当北方太冷 东南方太热的时候 冷暖一交替 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怎么了 浓卷风 浓暖空气就会变成浓卷风 好 我要跟大家看 美国居然 奥克拉河马州 堪萨斯州 伊利洛州 印尼安那州 全部 这些州都连续受到 龙卷风的袭击 跟世界末日一样 你看这个可怕 这是白天 暗沉这个样子 对 暗沉这个样子 白天 你看龙卷风过去之后 看来阳光还有 看不见 几乎像世界末日一样 是 好 这不止奥克拉河马州 我刚刚已经讲了 好几个州 伊州 印州跟堪州 全都有龙卷风 是 那叫马老师 二月龙卷风 稀不稀罕啊 稀罕嘛 1950年统计到今天 72年来 对 二月的龙卷风 51起 很少耶 72年 就是因为极端天气 啪一下就出来了 美国在2018年 曾经有一个报告出来 对 说这个太恐怖了 但是这个川普 他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 好 2021年 美国一个出来 你知道他说过去五年 光极端气候 美国损失多少 17兆 超过17兆的新台币 是 好 那 这一次这样天后 对于美国 农渔业 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对 这个 而且 对他的经济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我尽量跟大家讲一个 美国人现在终于有国安危机 饮症止渴了 为什么 他有一个澳加拉拉潜水城 居然出现了 水位下降的情绪 这是什么样的地方 我讲个简单讲 是 就地下水 是 他是美国人得天独厚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地下水 你知道他这个地下水有多大吗 多大 八个州 全世界最大地下 八个州 藏在地底下的水库 对 水库 蓄水城 你知道美国有多少农业 美国农业第一大国 你知道多少农业在蓄水城上面 全国27% 然后你知道多少农业用 7%有多少农业用它的水吗 超过30% 所以这个水喂养了多少的人口啊 对 好 大家知道 我们刚刚讲了 北部跟西部 大雨大雪 对不对 南部干旱 德州的棉花 干旱 没办法收成 受六千万亩 受到这个影响 没办法收成 结果 有一个农夫出来一讲 美国人觉得国安危机了 他说干旱 当然影响到我棉花田的收成 你知道它有多少亩吗 多少 两千四百亩 什么概念 不就是棉花吗 我告诉你 他说 德州县干旱成这个样子 对 没关系 我以前干旱时候 我有95%的水 我可以饮用 澳加拉拉的水 对 拉加水 他说我今年 以前我95%的水 都是澳加拉拉 我现在只有5%的水 干透了 这个如果干了 美国农业拿大危机了 好 那这个水层会不会干 现在三个原因 第一个 当时干旱 让它水层下降 第二个农业就狂 因为干旱嘛 农业就往下降 最可怕是 美国人 现在因为石油的关系 要对俄罗斯人 拼命开采页岩油 要开采页岩油 要用什么水去的 强力的水柱 水柱 去把页岩油 去弄出来 对 他用了什么水 澳加拉拉的水 所以澳加这一次干旱 东南部干旱 让美国最全世界最大的 蓄水层 全开始下降 美国现在做了一个研究 你想如果澳加拉拉 干枯的话 它要怎么样才能恢复原状 要怎么样 要下六千年的雨 六千年的雨 这个是不可逆的伤害 对 所以美国现在这一次干旱 让美国觉得 它的油居然没有水支援 更重要了 邀请您一起加入 五七暴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挖 跟 降 下午 请不吝点赞 给人家 词